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成高考专身本政治课堂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小郭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三章的内容 事物的联系发展 这些规律 那么大家看到第三章联系和发展 自然而然会想到一个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就是 辩证法 对不对 是不是在刚开篇的阶段 我就已经带大家去总结了呀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了 凡是我讲到关于辩证法的相关内容 那么一定涉及到的是第三章的内容 明白了吗 那么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正式进入主题吧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 第一大块 第一大板块 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因为整个是有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看问题 所以它的总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在解释辩证法 那也就是什么是联系 什么是发展呢 好 这里有一个固定搭配 叫总特征 请一定要给我记住了 你就在心里想 哦 小伙老师告诉我了 一旦讲到总特征 就是在解释什么是辩证法 哦 原来辩证法就是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看问题 哦了吧 我带着大家已经记住了这个点了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去深挖 你光了解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看问题不行 你得知道什么是联系 什么是发展吧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联系 好 联系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它的含义 第二个是它的特点 现在就要开始构建属于你自己的图书馆了 开始深挖联系 那什么是联系呢 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 好 这是主语的部分 就是两个事物之间可以联系 强调的是前半部分 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 是指一个里面的之间的内部关系 事物之间是指刚刚我讲的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比如说吧 事物之间 我和你之间 是不是强调事物之间 那事物内部要素之间 那就是一个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一种联系 那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的血液在流淌 我的心脏在跳动 我在呼吸 是不是我里面的这个器官 也在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啊 所以这里面是分为两个主干部分 什么呢 好 相互依赖 相互支援 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这就是所谓强调的联系 后面的这四块其实很好理解吧 只要强调依赖 制约 影响作用 那一定跟什么有关 跟联系有关 我觉得这个含义非常好理解 第二个 它的特点是什么 特点 第一个是客观性 哎 已经强调N多遍了吧 我已经不想再强调了 客观性指的是什么呀 同学们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好 我们在学习前面的内容过程当中 还讲到什么具有客观性 你看 现在我带着大家去复习了吧 规律是不是具有客观性啊 那这里也强调了 联系也具有客观性 第二点 联系具有普遍性 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在相互联系之中 这里强调的 任何事物都在普遍的联系之中 它是普遍存在的 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你能不能想到哪个 它是孤立存在的 它不是联系的 以前有人说 老师我看过那个鲁宾逊漂流记 它不就是孤零零的在这个岛上生活吗 对不对 你怎么能说它联系呢 可是我在这里想问你 难道它不需要食物吗 难道它不需要空气和水吗 这里强调它跟自然界之间 是不是也发生了联系啊 对吧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 一定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 第三个是多样性 虽然联系无数不在 无时不有 但是我们深入去观察的话 每个事物之间的联系 或者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 它有自己的特点吧 对吧 这里强调的是个性特殊性 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是不是强调过的 对不对 好 有哪些呢 比如说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 举个例子 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城门和火之间就属于直接联系 那个鱼池跟火之间就属于什么联系 间接联系 明白了吗 好 第二种类型 比如说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 这个我觉得全叫国家吧 而中国自己管理自己内部的事物 这属于内部联系 那也要干嘛 走出去对外开放 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这就属于外部联系 对吧 好 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 好了 比如说 我这个 我我我我的 刚刚举例吧 刚刚我的一个器官 就说如果我没有这些器官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话 那我是不能够存活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哎 算是 最本质的一种联系吧 是不是 最根本的 对不对 非本质联系 那就除此之外了 啊 我跟别人去打交道 如果像这样去比较的话 那肯定是我的生命是最重要 它是最本质的东西 对吧 它是最本质的联系 那跟其他人打交道 我可以跟他打交道 也可以跟他打交道 相对来说就是非本质的联系 好 第三个 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 比如说我和父母之间 一定是必然的联系 因为没有父母就没有我 但是我和啊 比如说我跟某一个人相遇了 那就属于什么 偶然的联系 也许一些经验巧合啊 等等啊 对吧 世界上最讲究的就是什么 缘分 对吧 但是和父母之间 就一定不是缘分的事情了 对不对 啊 因为你是从你妈的肚子里出来的 这是最必然的一种联系 好 没有任何问题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事物的永恒发展 刚刚是不是讲了联系的含义 联系的特点啊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发展的含义 实际上有在讲发展的实质 好在这里请你用哲学的思维去理解发展 而不是我们生活中日常意识所理解的那种发展 发展指的是什么呢 好 请听好了 非常重要 喜欢考选择题 它指的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的灭亡 如果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我们就给它称之为发展 明白了吗 好 那这里又出现了啊 一环套一环 又出现了新的关键词 什么是新事物 什么是旧事物啊 可不是我们日常意识中所了解的呀 啊 新出现的东西 它就是新事物 那未必 啊 我们来看看 哲学上所理解的新事物是什么呢 如何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前提技术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东西 那也就是说它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它是具有积极性 是具有进步性的 这样我们才能称之为新 而不是按照时间轴来划分 而是根据它的性质 它的积极意义来划分的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好旧事物 啊 跟它相反的 就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 对吧 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 而日趋灭亡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是不进步的 它是消极的 它是落后的 我们给它称之为旧事物 所以你这样一看的话就知道 什么叫发展啊 也就是说进步的东西出现了 而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消失了 那就叫所谓的发展 所以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明白了吗 好 刚刚讲了发展的实质 那我要继续往下深挖了吧 为什么新事物能够产生呢 为什么旧事物又能够灭亡呢 这其中必然存在的原因 但是按照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个发展规律 包括自然的发展规律 我们就知道新事物一定是战胜旧事物的 这是必然的趋势和规律 就相当于马克思提出了 社会主义终将有一天代替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终将有一天会灭亡 有个同学说 我不相信马克思所说的话 马克思他不是空口说出来的 他给了证据 就相当于我在第一个章节 我跟大家说了 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日益加深 这个矛盾是他们没有办法克服的 即社会大生产和资本家私人战友之间的矛盾 他们只能干嘛 不断的去调和 不断的去改良 但有没有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根本去解决问题 因为资本家私人的性质 他不可能让产品让整个社会成员共同占有 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强调了啊 一个必然规律 所以马克思指出来了啊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定是新事物战胜救赎 包括这个我们的科学技术的这个发明 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新事物战胜救赎 对吧 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BBG大哥大的时代 我们会停留 我们会有更高的一种追求 对吧 现在折点手机都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啊 不啰嗦了 来 三条 第一个 新事物有新的要素结构和功能 也就是说它有它自己的特点 它不同于以前的救赎 能是已经变化了的环境或历史条件 而旧事物已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吧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手机 对吧 你现在让你用大哥大 你还愿意用吗 你根本不愿意用了 因为在现在所主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先进的时代 对吧 你肯定要有那些啊 高科技的东西 它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呀 对不对 那么新事物它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二 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母腹中 寓意成熟的 如果说第一条是区分新旧之间的 不同之处 那么第二条就在强调 他们俩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 关系呢 对不对 也就是说第一句话强调的是 新事物是不是一下子就蹦出来的 绝对不是吧 它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嗯 它是渐进性的 它是从旧事物的补复中 郁郁成熟出来的 啊 它否定了旧事物中 哎 它不是一下子完全出现一个新的事物 它干嘛呢 它先是否定了旧事物中不好的 也就是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 然后吸取了旧事物中什么 积极的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东西 把它去除掉了 去增添一些旧事物所没有的东西 也就是它自己的新的要素结构和功能 这就体现出它的新啊 就保留你合理的部分 让在这个基础上又增添我新的内容 那实际上有没有再进步 再进步了 就再根据刚刚那个例子 请问现在的折叠屏手机是不是一下就出来的 绝对不是 它是按照以前的这种手机的这样 慢慢慢慢发展 一步一步的改进吧 对不对 我最喜欢无人机了 为什么我不买 我特别聪明 我经常就是去租无人机 只要我出门了我就会租 因为我觉得买了不划算呀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每年无人机都会更新换代 对吧 所以每一年我都能体会到不同无人机 哎 那每一代无人机 它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和特点 对吧 肯定是比上一个无人机要更衔进一些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这里面它没有完全否定以前的无人机 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什么呀 增添了新的要素 来吸引用户和消费者 对吧 好 来 第三 新事物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反映着社会进步的要求 这当然了 我舍过了 我们哲学 无论讲什么都一定离不开人和社会 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 一定要跟人相对接 你如果都说折叠屏手机 无人机啊 这些东西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干嘛要去使用它呀 对不对 一定是它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吧 它才会出现吧 所以我们说过 新事为什么会产生最根本的是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而人的需要是不断不断的发展的 对吧 我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这里 不过五年前 我渴望是我一个月啊 我妈能给我八百块钱生活费 我已经开心的要死了 对吧 现在你给我八百块钱 妈呀 那都不够我一个月塞牙缝的钱呢 对吧 也就是我的这种需求实际上是不断的提升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有新的东西来满足我 所以新事物一定要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它才能称之为新 它才能称之为是进步的 对吧 你说它都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 那它不就是消极的没落的腐朽的吗 你怎么能称之为它是新的呢 讲完了 联系的含义 联系的特点 发展的实质啊 哎 新事物为什么能够战胜救赎四个小问题 已经解决了 好了 整个第三章的第一大框架 已经game over了 就是唯物变证法的总特征是啊 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那么你不妨去再翻开一下我在第一章给大家总结的那个目录 那么在整个第三章里面的第二大框架是什么呢 三大基本规律啊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二大框架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考试就喜欢从第三章里面去考 因为第三章设计的内容最多呀 但是这个大家思路也最容易混乱 这个时候就由我来带着大家去理清 好 刚刚那个部分你先暂时放到一边 但是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开始划清界限了 来过渡到第二部分三大基本规律 那么一旦看到这三个规律 你就要想到它隶属于第三章辩证法的内容 你不要说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规律 你把它归结到第二章和第一章 那我就要气劳吐血了 对吧 你首先不管说有没有用 你拿到这个知识点 你就要有这样意识 你就要想想这个知识点在第几章里面出现过 如果说你不能给自己一个明晰的答案 那就证明你思路是混乱的 来三大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 我们来看第一个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 两个关键词 既对立又统一 对吧 好 我们先来了解 这个规律下面的第一个小的知识点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去总结 对不对 因为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可能我刚看到对立统一规律 我一点也不知道 啥个玩意啊 什么规律啊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去看看这些细小的知识点 然后再回过头来总结 第一个小的知识点 矛盾及其根本属性 讲到矛盾 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矛盾呢 好了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了 请转化你的 哲学思维 这里的矛盾 可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讲的 耳语我诈 你争我吵 不是那种矛盾 哎呀我今天跟闺蜜又吵架了 我的心里特别 难过 然后说哎呀你又闹矛盾了呀 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 我们要从哲学上来理解矛盾 因为在整个世界中 矛盾无处不在 无实不有 那么来看看 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 一个两个事物之间 或者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 跟刚刚讲那个联系的概念是一样的吧 主干部分 然后干嘛呢 你看出现了吧 什么样的矛盾呢 既相互对立 又相互统一 这样子的 我们就给他称之为矛盾 好了 对立强调的是一种排斥 统一 相当于强调的是一种联系 那么我要判断两个事物之间 是不是具有矛盾 我就要来转化我的哲学思维 想到这个概念 我就想 嗯 这两个事物 有没有对立的一面呢 啊 这两个事物有没有统一的一面呢 如果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他称之为什么矛盾 那么我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开心和悲伤 那么拿到这两个词 我就按照刚刚的分析套路 首先 他们两个是不是对立的 看一下 是不是对立的 呃 开心就是开心吧 悲伤就是悲伤吧 我不能说 我现在既开心又悲伤 是不是这样啊 你有着明确的分界线 这里强调他们的对立性 对吧 那么统一强调是联系 因为在整个生活当中 有开心 也会有悲伤 有悲伤 也会有开心 他们一定是 哎 一定都是会存在的 不可能说我一直都开心下去 也不可能说我一直都悲伤下去 所以当你们感觉到 人生处于困境的时候 你不要难过 你告诉你 告诉自己 其实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只要我把它克服过去了 我不就开心了吗 对不对啊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了 所以这里面就体现出了 既对立又统一 那么 请问他们属不属于一对矛盾呢 属于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哎 他们是一对矛盾 明白了吗 好 尤其在这里啊 我们要区分一下 呃 这个 哲学上的矛盾 和逻辑上的矛盾 在这里 我要在这里引申一下啊 这是矛盾的这个概念 这里强调的是哲学的矛盾 这里强调的是逻辑的 什么叫逻辑的矛盾呢 比如说我现在手里还是这支笔 我 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说这是一支笔又不是一支笔 请问这句话 尴不尴尬 我觉得特别尴尬 你又不然就说它是一支笔 又不然就说它不是一支笔 你怎么能说它既是一支笔又不是一支笔 你不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吗 所以这就是逻辑矛盾 它跟哲学上所说的矛盾 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刚说的那句话 你也找不到既对立又统一的一面吧 明白了吗 这就是矛盾的概念 来两个关键词 对立统一 所以对立统一规律又称之为什么规律 我提前说了啊 又称之为 矛盾规律 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 明白了吗 你看对立统一规律下面第一个点是不是就在解释矛盾 然后矛盾的概念是不是就既对立又统一 所以矛盾规律又称之为对立统一规律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第一个基本属性 矛盾的对立属性来概念的第一个关键词强调的就是斗争性 斗争 现在指的是相互排斥 好 矛盾的统一性指的就是同一性强调的是相互分 这个相互联系啊 不是相互分离 下面是相互排斥相互分离 同一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觉得这个怎么来举个例子呢 我觉得中美关系最恰当不过了 美国现在就觉得中国是它最大的敌人 对吧 然后就现在各种策略夹紧中国 那么这里面就体现出什么 斗争性 但是我在这里想象美国离不离开得了中国 又离不来中国 这里面又体现出同一性 你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你和你的爸妈或者是你和你的爱人之间 有经常开一个玩笑说 他说你跟他吵架的时候 你跟你爱人吵架的时候 你是不是恨不得都想掐死他 他说是的 我恨不得都想掐死他 对吧 但是后来发现我掐死他了 我也不想活了 这里面不就体现出了既斗争性的一面 又统一性的一面吗 我觉得生活中这种类似的意思实在是太多了 对吧 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 往下深入 矛盾的同一性 矛盾的同一性 是什么呢 刚刚其实我大事的跟大家讲了一下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按照这种概念走 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 相互吸引 相互贯通 你通过这几个关键词 你就能够体现出来指的是同一性 所以啊 同一性也许你刚理解 你觉得他很模糊 你觉得很陌生 但是你要学会转化思路 把同一性转化成什么 相互联系 相互吸引 相互贯通 只要讲到这三个方面都属于矛盾的同一性 那这里有几个坑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坑是在一定条件下 那这里面就在间接强调 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什么东西啊 有条件的吧 那如果一讲到有条件的前面一定要来一句相对的 那如果讲到某一个是无条件的 那一定前面要加一句绝对的 明白了吗 那这里我就知道了 嗯 相互联系之间是需要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 对吧 比如说我和你成为爱人 其实是需要条件的 这种条件也许是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吧 对吧 要不然我可能我们就不能够呃成为一对夫妻了 所以这里面就强调在一定条件下进行 好我们具体往下走啊 好 第二个坑来了 这两个可以作为一个理解 但是这跟他不一样哦 不一样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好我们来分成两点 这么要从两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个层次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 或者说这里面强调就是联系和吸引嘛 相互依存 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一个统一体之中 没毛病啊 没有毛病啊 就指的是相互联系啊 这是依存 第二个就不一样了 刚刚讲的是A和B之间的联系 你明白吗 B强调的是相互贯通 来我们来看一下 即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阵透 相互转化的趋势 如果说是DA 前面的第一点是A离不开B B离不开A 那么第二条指的就是A有可能转化成B B有可能转化成A 对吧 就比如说我刚刚所讲的那个 开心与悲伤 用这个第一条来解释没问题 在一定条件他们共处一个统一体之中 他们就说有开心就一定会有悲伤 有悲伤就一定会有开心 这里面强调的是相互依存 他们俩不可能是独立的单独存在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经常讲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番丰盛的 你想一番丰盛绝对不可能 那么相互贯通就不一样了 那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 开心有可能转化成悲伤 悲伤有可能转化成开心 有一句话叫说的好 叫乐极深悲 这句话实际上强调的是什么 你快乐达到一定程度了 你可能就会转向悲伤 这里不就强行的相互换通吗 所以我经常告诉我自己 有的时候我太开心了 我反而觉得有点担心 我觉得我太开心了 可能有点问题吧 那可能我开心过度了 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让我突然一下很难过 所以我就说啊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要保持一个中庸的状态 是这样一个关系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太难过了 怎么办 我就天都要塌下来了 但是我又会告诉自己 我不可能一直这么背下去吧 对吧 我不可能一直这么倒霉下去吧 我肯定有一天 幸运之神会降临在我的身上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区分开来了 最容易忽视的就是第二条 明白了吗 如果考试过程中 长到相互贯通 你也要跟同一性对接起来 你不要把它给忽视了 明白吗 如果强调相互转化 也指的是矛盾的同一性 明白了吗 同学们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矛盾的斗争性 矛盾的斗争性 是指矛盾双方干嘛 相互排斥 相互对立 相互否定 你看 跟刚刚那个字眼完全不一样了吧 排斥 对立 否定的 性质和趋势 这就叫所谓的斗争性 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再深入的去解释了 刚刚中美关系跟大家已经解释过了 对吧 他们存在着排斥对立和否定 那么他们依然也是具有同一性的 好 矛盾斗争的基本性 这里穿插一个小的知识点 这个后在后面的毛泽特啊 也会涉及到 这是当时这个 毛泽东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 叫如何正确处理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他就分为两个 一个是根本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那么敌我矛盾 这是必须要解决的 这必须要通过特殊的方式 这属于对抗性的矛盾 敌我矛盾 那么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呢 那是可以解决的 那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 所以矛盾的斗争的基本形式 主要分成了这两种 明白了吗 同学们 好 我们来看看矛盾的这个属性啊 再来回顾一下 我怕大家实在记不住 同一性的关键词是什么 统一 斗争性呢 对立 这里面吴永津 涉及到好几个关键词了 你要用联想法再去回顾一下 这里面不就强调了是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吗 所以矛盾的统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 是矛盾的最根本的属性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就解释了矛盾的概念呀 对吗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那他们两个之间什么样一个关系呢 我们下来看看 二者相互联系 首先来讲讲联系啊 就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 两者缺一不可 好 这里面 难理解的来了 我还是想根据刚刚的例子举 我不想举太多例子 我们就根据一个例子去深挖 联系什么联系呢 斗争性欲于统一性之中 重点 你要搞清楚谁欲于谁之中 画个关系图 一定是斗争性欲于统一性之中 也就是外面大的是一个统一 统一性强调的是统一吧 统一的关键词对接是相互联系 或者是相互贯通 没毛病啊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才存在着什么相互斗争性 转化成排斥和分离 那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中美关系 你如果说中国和美国 从来都没有打过交道 从来都没有联系过 他们怎么可能有斗争性呢 对不对 你比如说当年这个近代中国 处于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 他跟其他国家都没有往来 都没有这样一个联系 何来斗争之友呢 何来有后面中国 中国为什么到近代中国 处于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面貌 这是因为外国入侵到中国了 对吧 这时候产生联系了 产生联系了以后 觉得中国地大物博 有好多是可以汲取的 对吧 然后后面他们就发动了 这个鸦片战争 对吧 这里面又强调了他们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种斗争性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你就能发现 所有的斗争性 前提是在联系的基础之上 比如说今天我和闺蜜吵架了 如果我和他都不是闺蜜的这种关系 我们何来吵架之友呢 包括你和你的对象 你的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 父母之间的关系 依旧如此 我这么解释你呢 明白了吧 所以谁予于谁之中啊 斗争性予于同一性之中 好 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 没问题啊 第二个 同一性是包含 斗争性的统一 同一性 来刚刚来说 间接强调 相互联系 相互贯通 那也就是说 这种联系是包含 相互排斥 相互分离的一种 统一 我刚刚觉得那个例子 最恰当不过了 就是夫妻之间关系 你恨了 你跟他吵架的时候 你想不想掐死他呀 你特别想 对吧 但是你知道你跟他 永远分不开的 对吧 你们是一起要走到老的人 他是最终陪伴你的那个人 所以你们一辈子啊 吵吵闹闹 但是你们依旧分不开 这里面就强调 同一性是包含 斗争性的统一 没有斗争性 就没有同一性 OK 解决了 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接下来相互区别 他们有什么区别的地方呢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呀 对不对 好 你和闺蜜之间的关系 爱是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 但是之所以你能给他成为 你能跟他成为闺蜜 是要有条件的吧 比如说天时地利人和 包括你和你爱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前的同一性是 有条件的 相对的 对吧 比如说你很喜欢一个人 你想成为他的男朋友 或你想成为他的女朋友 你想跟他之间有联系 其实你需要 你发挥你自己的主观的东西 你需要接触某种条件的 所以这里前的是 业有条件的相对的 对吧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 相互排斥 相互分离呢 却是无条件的 绝对的 因为无处不在 无始不有 对吧 这里面大家能够记得吧 这个关键词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不仅矛盾会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曾经哪一个 之间也讲到了 有条件的相对的 无条件的绝对的 同学吗 我来考考大家 有条件的相对的 是不是讲的禁止呀 禁止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条件 他才能说是禁止啊 空间位置 没发生变化 根本性质 没发生变化 无条件的 绝对的 强劲的是什么 咚咚呀 对吗 好 我来说是让他的 关键词